当年民进党在在野的时候 推翻国民党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 就是推翻黑金政权 强调自己是清廉执政 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所以那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陈对扁拍的广告片也好 或是陈定南拍的广告片也好 都是一个铁面无私的黑脸形象 然后沙发一个个扳开 哇都是灰尘 所以他们执政之后就需要来扫灰尘 清除整个的藏物纳购的东西 但是呢回过头来 我们现在看看呢 一些案子一个一个爆发了 民进党真的如当年 他们所承诺老百姓呢 他们是一个清廉执政吗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牙医师工会的部分 你由不得会很仔细的想看进去说 为什么除了这个蓝跟绿的比例之外 为什么有人拿的钱多 有人拿的钱少 这当中的蔡黄狼叫得最大声 但是他当初拿的钱最多 他350万 然后呢民进党的一些呢 像是这个赵永青100万啦 邱创良 他那时候清明党100万啦 那这个李明宪100万啦 张蔡美也是100万喔 那我们再看看呢 刚才谈到的这个中药 中药商那个时候 爆发的时间呢 也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一期呢 邱垂针 廖福本 林光华 赵永青 李俊逸 许书伯 冯定国跟陈宏基 是被当初也是一审无罪 二审改判有罪的喔 当初他邱垂针 哇 1000万 他以前最多最多 这里面的蓝绿也都有喔 那重复的人的话 这个赵永青两个地方都有喔 这跟他过去的形象也差很多 好 所以呢 刚刚前我想请教一下 这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 我觉得蔡黄狼金尖喊得这么的大声 他其实拿的钱最多 而且对于民进党来讲坦白说 跟这个当初清廉执政的落差 其实是最大的 这样子有道理吗 其实有两个法案刚刚大家都提到 牙医师工会跟中药商 这两个法案好像孪生法案 而且这两个法案是指标性的一个法案 通常你去看两边的名单 其实有重复的 就是代表说有些人他嗜好迟到 过去 对啊 真的是喔 对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而且一般人民都 可是赵永青以前选取的时候 形象还叫小太阳欸 而且还有都明嘴帮他站台 就打个清廉阳光 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不堪挖啦 那所以我说这两个指标 大家这个定了一个标准 我们不管一二审 我们如果说一审是大判无罪的话 我们觉得没道理 二审你定这个标准 其实比较符合人心 像刘大哥所讲的 那大家都知道说 你作为一个不管是公仆 或公职人员 你绝对不能够收贿 你不能拿钱去为民服务 那今天他们那个判决书里面说 是为这个有钱人 就为富人服务 我觉得不管富人穷人 做一个立法委员都要服务 我觉得这个判决书写的不够精准 应该是说你不能收钱服务 对你不应该收钱服务 我觉得这会比较精准一点 那这两个指标案件 断下去的时候 以后像有些立委 他们就是有的卖法案嘛 对不对 拿钱卖法案 有人是压着国有财政局 要卖土地的 有人就私下来买卖军火的 这各式各样都有 今天我们蓝球 我们那时候在跑的时候 还有人被在那个厕所的时候 被枪托这样打 很多这种事情 有被枪托打的吗 而且很知名的 知名的 你以为后来有上电视的一张 还有看那个厕所的门上 还有子弹孔 都各式各样 那是早期20年前的立法院 真是关外陆离 那你今天就是重判之后 看可不可以以官后效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两党不分蓝绿啦 这两个案子 不然我们很多案子 都已经是打破是 蔡王朗喊冤的什么 这是政治办案啊 这是什么只办绿不办蓝 我觉得这已经打破了 收钱的大家都心里有数嘛 因为修行不分蓝绿嘛 孙中山信徒嘛 就是说你绝对不分蓝绿 甚至局都有啊 局也没有说 我们是中间我们就不收钱了 是有在里面 所以这个办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蔡王朗他是立委 收费的立委他现在是被告 而且是不分区 这是不分区在前面几名的 那所以就大家就讲说 你不是法官嘛 你不能倒过来说 那其他人为什么没有起诉 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判 那为什么我最重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被告 就是说民进党很多的立委 我看到就是说 他们在招考立委的时候 招考助理的时候 直接撬明就是我们这个案子里面 牙医公会里面有一个立委 我不方便举他名字 因为要举证 但是试一下那个 他去当他助理的那位 是以前我们认识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愿意顶 你愿意顶我很多案子 对 直接问啊 你愿意顶的话 那像薪水会给他比较高吗 你愿意帮我顶 因为如果说他是有其他的财务问题的话 你愿意顶他一次帮你先还完 那我们看到其他有几个案子 是助理有事的 然后立委大喊冤啊 说谁要再讲 甚至要告这个媒体 告那个报纸的 所以我觉得林宁周董 现在高智鹏就是这样子嘛 他的助理也有事嘛 现在高晓鹏有没有事 他是说他没事啦 定制提导 所以说以后面试助理的时候 条件要加一个财务有困难者 特别欢迎你 有学路 这是千真万确的 是因为我们一个朋友 他去等于说去面试啦 然后就开这个条件 那问我们的意见 我们是说那这你不要挺而走险啊 那没有必要为这个 所以你看这样一个问题 回归到两党 我刚刚跟东豪私底下在聊 就是大家两党就变那个光秃 秃头政党 因为法制线都往后退 本来国民党是起诉 就丧失提名资格了 对对对 后来因为马云有特别费 后来内归修改 变成一审有罪 丧失提名资格 那民进党 你想想看立委很清楚 就是当时陈定南 他自己请因要查会 查自己党内的炮口 是对自己党那样的时候 很多人都支持这个 旁边还坐着那个 我看新潮流戏的人 还坐到旁边 嘴吊清算 那他都很支持 可是现在民进党变成说 变成三审要定验的 那现在就是说 还没有三审定验 还在过渡的这个阶段 哦 总招也跳出来了 其他人全部都跳来护 就相信他们是清白的 我觉得这个大家会对这个政党 重新检视 那大家比较关切说 蔡宏良最大声 他讲说我哥哥拿的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像立文刚刚讲的 我们在跑阵子就是说 这是白手套的一个文化 是不是你们都这样干 然后一有事就说 这我哥拿的 我助理拿的 这东西不能说似而不见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去考量说 这次喊的最大声的 大概是自己还要这样选嘛 就现在可能真的选举中的 或者说你是不分区 那你看蔡英文怎么处理嘛 其实大家还在看 其实到目前为止 蔡英文还没有表达任何的意见 我想这个立文 你可能不止以后 在聘助理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你的哥哥姐家够不够多 到时候可不可以来帮个忙 帮点忙 这对很多立法委员 若有心于此的话 非常的重要 刚才这个光潜特别讲到一个 就是说在国民党跟民进党 各自的内规当中 一度是彼此之间竞赛 看似也比较清廉的 看似标准定的最严苛 代表这个政党是绿己慎严 可以对老百姓交代的 但层己何时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谈的是说 在这个涉案的过程当中 蓝绿都有是一个目前的政治现实 这我们要去理解的 但是在这个之后的反应 我就非常非常堪玩味 像在中药商这样的一个事件过后 在去年的时候 二审判决的时候 像许舒伯他有罪 就国民党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 撤销党籍 取消他的不分居立委资格 哇气得了许舒伯 去法院告国民党 夹处分 不后来赢了 所以国民党只好还他党籍 但是呢今年出来了 采访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哇政治追杀 都是伴侣不伴来 所以我觉得两个政党 确实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所以列文你怎么看 事实上就是说 曾启何时 这两党的这个角色 已经有了一个很重大的互坏 那么过去在 尤其是李登辉主政时期 那么台湾的政治 可以说是大概是 黑金最严重的一段时间 沸腾 沸腾 那么在那个时刻 那民进党在野 他变成是最有效的诉求 他打台独是票房毒药 他打省级 他也打不过李登辉 所以呢 那时候民进党最有效的 就是打清廉爱相土 尤其是区隔 跟国民党的黑金 做一个区隔 所以当时就用很高的标准 我记不记得那个熊 熊 叫什么熊 以前那个 侯海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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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陈典典非常熟嘛 只是去看一下 翁大明而已 他也没有跟他有什么金钱 什么瓜哥都没有 只是因为同事 翁大明落难了 或者是说出问题了 去看一下就要被开除了 你看那时候是多么高的标准啊 他完全无涉案 他只去看了涉案的人 就要被开除了 但是现在呢 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 绿集圣言的变成是马英九 他用很高的标准自我要求 那么民进党 只要发生这些的事情的时候 就高喊政治破坏就可以过关 以其中各中翘楚 就是陈水扁前总统 他们一家人 到今天为止 还有非常死忠的支持者 认定说他是被政治迫害的 如此罪证确凿 而且不是一案 是这么多案 那你想想看 当时陈水扁的说辞 也是一模一样啊 蔡黄狼不黄啊 是陈水扁的支持者啊 贬捐啊 他就讲说 你们这些 我拿的都是政治现金啊 对不对 没有我的话 你们这些怎么选 我拿了多少钱 给民进党选举 我拿了多少钱 给民进党谁谁谁谁谁谁选举 大家通通都 假嘴鼻鼻鼻鼻 都没啥得说 那你这么多钱 人家是真的觉得说 你陈水扁是台湾的救世主 所以捐几亿给你吗 还是因为他们的财团 因为他们的金控 因为他们的利益所在呢 这个之前都讨论太多了嘛 那你看现在民进党 数字分交双手一举 他还高票当选 所以大家都有样学样啊 就发现说 我的犯案的内容再怎么不堪 你连陈志忠招记案这种 他都可以高喊说 他是被政治迫害 所以民进党就学会了这一招 好你在现在 这个蔡黄狼也好啦 廖本燕也好 他们都是现在的候选人 民进党所提名的候选人 对民进党来讲 他是要大意面心 坚持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证实说我今天这个党的精致招牌 即便你已经被提名 甚至你是现任立委 我都斩断你 还是说政治迫害 然后就护短 这就是国民党追杀 民进党的铁证 哪一个比较有效 我告诉你 如果民进党开除蔡黄狼的话 被民进党支持者骂死 你知道民进党挺蔡黄狼 大家就鼓鼓掌 对嘛你看我们小英主席 有情有义 所以当一个党的文化 已经变成是这样的时候 你这个党怎么虎头杂狗头杂 通通记不出来了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蔡英文因为用了那个 陈水扁扁半的林德逊嘛 很多人都说小英有情有义 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有情有义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民进党的 偶尔已经改变了 已经不是像以前说 哇你看好有魄力 把侯害羞马上开除 现在是说有情有义啊 对啊 所以那个标准已经整个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到底叫堕落呢 还是叫蔡英文口中所谓的是 不一样的选举思维 不一样的选举呢 特别的清新 像太平洋吹来的风呢 我们休学儿马上回来